要说最滋补,那必然是炖莲藕汤了 莲藕汤营养丰富,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食 很多朋友在炖莲藕汤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炖的 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样炖出来的莲藕口感不好,而且还会发黑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炖莲藕的正确方法 炖出来的莲藕汤汁鲜美 吃起来的口感软糯鲜甜 而且颜色不发黑,特别的好吃 大家好,欢迎来到焦莫丽美食 下面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把准备好的莲藕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三斤的排骨 我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各一斤 现在的排骨价格非常的便宜 像这种紫排12块钱就能买到一斤 先往里面加入一勺普通的面粉 再加入一勺食盐 再用我的左右手抓拌一下 抓拌至每一根排骨表面都能够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里面加入面粉,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够很好的吸附掉排骨表面的细菌和杂质 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最后一直抓拌至手感觉有黏黏的状态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没过排骨的清水 再把排骨抓洗一下 洗去排骨表面的面粉 洗好以后再将它控水捞出 再换干净的清水把它多清洗几遍 洗至排骨水变得清澈为止 最后洗至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洗的排骨非常的干净 洗好后将它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股去皮的生姜 把它切成薄片 再来几根小葱 把它打成蝴蝶结 然后一起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控干水分的排骨倒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排骨就可以了 切好的姜片葱也加进来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然后开大火让它烧开 去除排骨里面的血水 水开之后再用勺子把上面的腐末撇干净 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撇干净之后继续用中小火给它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再用漏勺把排骨控水捞出 再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温水中 再把里面的葱姜夹出来不要 再一次把排骨简单的清洗一下 洗好后捞出放入漏勺中控干水分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再把姜片葱段倒进来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倒入沥干水分的排骨 然后再用铲子快速的翻炒 将排骨翻炒均匀 一直炒至排骨微微发黄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200度的开水 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千万不能往里面加入冷水 如果加入冷水就是热胀冷缩的原理 排骨一遇到冷水 肉质就会发柴发硬 一点都不好吃 烧开以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加入白醋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加速排骨煮烂的速度 这样也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 烧开后盖上盖子 继续开大火给它煮10分钟 10分钟之后再把里面的葱姜夹出来 不要 葱姜的香味已经完全的煮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再煮下去的话就会影响汤汁的口感 夹干净之后再把排骨连铜汤一起倒入砂锅中 然后再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再转中小火给它煮20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用刮皮器把莲藕的外皮削去 我们在购买莲藕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两头封闭的 这样里面会比较干净 刮干净之后再去头去尾 再把它切成滚刀块 炖汤的时候可以选择比较老一点的莲藕 颜色偏红偏暗的 这样的莲藕淀粉含量高 水分含量少 炖出来的莲藕口感软糯 更适合用来炖汤 喜欢吃清脆的可以选择白莲藕 大家可以看一下切好的莲藕洞洞里面有很多的泥巴 如果直接炖的话是非常脏的 一点也不卫生 我们需要把它彻底的清洗一下 装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瓶盖的白醋 最后往里面加入没过莲藕的清水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使它们充分的溶解开 里面加入了食盐白醋和面粉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可以吸附掉莲藕表面的淤泥和虫暖 而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毕竟莲藕生长在淤泥里面 细菌之类是少不了的 而加入白醋可以有效的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先让它浸泡10分钟左右 10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泡莲藕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再把莲藕控水捞出 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 继续给它多清洗两遍 直到把水洗至变得清澈为止 这样我们吃着也放心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20分钟也过去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好香哦 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香味 接着再把洗干净的莲藕加进来 再加入几个洗干净的红枣 用勺子搅拌均匀 使莲藕浸泡在汤汁里面 继续盖上盖子 开小火给它慢炖2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 现在闻着就特别的香了 看着这汤汁都非常的有食欲 关火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再用勺子搅动搅动 在这里就不需要加其他的调料了 原汁原味的汤汁喝起来才会更加的鲜美 炖莲藕汤我们只需要在出锅前加入食用盐 这样可以保持莲藕汤鲜味美的味道 像这样我们非常好喝的排骨炖莲藕汤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莲藕一点都不会发黑 排骨也是非常的软烂 再把它盛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莲藕吃起来特别的鲜甜 而且还特别的营养又美味 用这个方法炖出来的莲藕汤不会变色 也不会发黑 真的是汤浓肉香特别的好喝 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 里面的排骨和莲藕都炖得非常的软烂 特别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小孩 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营养美食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焦魔力天天分享